玻璃町合成立劳股隆罗因为年旧事项路面发生严重 也有百倍地买了白水不良 经过南岛管理员所欲生 不适逢你中顶人的欢迎 南岛管理员科学华专业管副团队进奥会讯 并带应变的经费副路面 并改善白水不良问题 为了改善玻璃町合成立劳股隆罗的交通 管副官务处利用干部来水面路口 时间方法经费遗传 南岛管理员所欲生经出管副进所来改善 经过合成里的里民还有里长反应 我们的农路、斑驳、老旧、积水、破损 还有落差的问题 经过我们跟现任反应 也感谢我们县长苦民所苦 有听到人民的声音 马上做出回应 来改善350公尺 总共的经费148万 在这里非常感谢 我们县长这样 我们今天大概就是会有150万的经费 把我们合成里的这些的农路 大概有两处将近350公尺来做个改善 相信通过我们的阿玛陀佛 保留在后来 我们的农民在文书头顶的经账安全 再次感谢我们的书议员 还有我们地方的各级的民意代表 对我们这个农民的关心 另外日白月里没了路 台下有100公尺路面破顺严重 而且有排水不良的问题 影响出入交通安全 南岛管理员 可笑话答应协助改善 这条排水溝从921开始 到现在已经年久失修 这牵扯到整个社区的排水 到下游来 整个会造成的依据 阻塞 所以感谢县长 拨金费下来改善这条排水溝 相信说 这个 准够 这个排水溝 如果是做法性医 对南岛 这个排水的问题 可以来做大大的改善 而且再次感谢 感谢管长 国际民意代表 跟我们管府 所谓的丹尉 会专业配合收听 感谢 所以说起来 大家看到乡亲的 拿一些酒头 这些设施暂时来做扑制 实在是 也是非常的心疼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 还有我们的里长 跟我们的黄世芳议员 那也非常的关心 我们透过呢 这个一百多万的工程 把这一百米的水溝 把它加宽 那把水溝盖做好 那相信呢 能够让我们所有 一百多户的乡亲呢 在我们每一次 陆家在处置的时候 会更加安全 经过南岛官议员 所约承 不适合的大力 清除典型建设 科管长支持官府团队 尽快来改善路面 还有排水溝 辅助来交通 和排水设施 更加便利安全 记者环龙坤插红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